姜采 姜采我们拜佛的时候 印光拉法师 他做的那个《赞叹米勒菩萨诵》 我把它背起来了 我现在就讲这个《赞叹米勒菩萨诵》 《赞无能胜补处尊》 《赞叹米勒菩萨诵》 这两句话是总战 下边是别战 第一句是赞叹米勒菩萨大慈悲 米勒菩萨的慈悲无能胜 米勒菩萨又名为阿依多菩萨 阿依多翻到中国话就是无能胜 就是米勒菩萨的慈悲 无有能胜过他的 超越他的 为什么呢?不处尊 因为他到了 他到了等教菩萨 合佛平等的地位了 所以他的慈悲心特别殊胜 这一句呢 是赞叹米勒菩萨的慈悲殊胜 下边一句是 是长居都帅演员 是赞叹米勒菩萨的智慧殊胜 他常居住在都帅内院 演员 就是演说成佛之道 这是米勒菩萨的大智慧 就是赞叹 就是赞叹一个慈 一个智 赞叹这两种功德 献身尘差有谁是 用心法界虚比亲 献身尘差 这就是赞叹米勒菩萨的慈悲 前面只说是慈悲 慈无能胜 补处尊 怎么样慈悲 就是现身尘差 所以米勒菩萨 他在微尘数世界 现身度化众生的 这就是他的慈悲的相貌 其中也告诉我们 他不单是在米勒内院 在都帅内院的 他是现身尘差的 是广大的慈悲 普渡一些众生的 现身尘差有谁是 他在微尘数世界 现身普渡众生 谁能知道他是米勒菩萨 很少有人认识的 我们知道有个布袋和尚 那么大家也就因为 他是米勒菩萨现身 另外呢 和窥击法师同时 跟宣长法师 学习佛法的这个原测法师 他可能也是米勒菩萨化身的 这个原测法师 这是有些地方 容易引起我们这样的认识 其他我们都不知道 现身尘差有谁是 有谁能认识呢 还是有认识的 用心法界须比亲 你要能够达到这个程度 你就会认识 说这回是米勒菩萨化身 你就会认识 这个用心 这个用字 这个用字应该是当个陶爷讲 这个心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分辨心 虚妄分辨心 如果你常能够用戒定会 来讨练这一念心 使得它清静 转眼成静的话 出现这些虚妄分辨心 成为无分别智 无分别智 现前的时候见到清静法界了 你要达到这个程度 许比亲 这个人 他能议是米勒菩萨 说现身尘差有谁是 用心法界 许比亲 就前面这一句话 是知道是赞叹 米勒菩萨的广大的慈悲心的 下边一句你 戴中保障全清除 孝燕等父母这个人 这句话是赞叹智慧的 这个前面说是 是长居兜率演员人 赞叹菩萨的智慧 菩萨智慧是什么样呢 这一句话形容出来 戴中保障 这个戴中保障怎么讲 就是米勒菩萨那个大慈悲心的 戒时代 那里边是保障 有无量无边的佛法 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那里 在那里全清除 这个智慧里边也有慈悲 慈悲里边也有智慧 米勒菩萨一点也不吝惜的 也不会这个法门呢 微妙要保密 没这个意思 他愿意全面的把它演说出来 来教化众生的 孝燕等父这个人 这个孝燕就是慈悲 慈悲的就等待这个人 等待能够接受米勒菩萨教化 教导的这个人 看谁能接受米勒菩萨的教导 我看还不容易 米勒菩萨说这个三自性 不是太容易懂 不是容易太明白的 所以在布袋河上转 说到一件事 有一位法师看见布袋河站在那里 他就到前面说你在这干什么 在那十字节头那里 布袋河站在那里 说你在这干什么 说我等一个人 布袋河说我等一个人 这个法师说这个人来了 就是我 我来了 不是你 不是你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我这么推测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你 就是这个人 他的非望分辨心一直在活动 他不能修维持观 他不能修止观 所以米勒菩萨不同意 这个保障 不同意向他讲说 这是一个意思 是 我不是你 这是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是这个人 但是还有一点不足 有所不足 要是说不是你 这句话来贬斥他一下 这个因是那样 你说我不计论 我偏要计论 您的心理上有这样的事情 就贬斥他一下 你让他自己努力一下 那就是这个人了 有这个味道 戴中保障全情处 就是大慈大悲的 言说无量无边的佛法 毫无吝息的教化一些众生 有意思 但是这句话按前文说 应该主要是赞叹米勒菩萨的智慧 这一共是六句了 就是赞叹菩萨的慈悲和智慧 下边这两句 愿谢弥陀吹接引 好令三会正义人 这句话呢 就是赞叹 这样赞叹米勒菩萨 这个人本身的一个愿望 本身的一个愿望 这个人他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 他希望临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到阿弥陀佛国 同时也愿意米勒菩萨你慈悲 你和阿弥陀佛一同来 来接我到阿弥陀佛国去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下面说 好令三会正义人 我到了阿弥陀佛国去 并没有大势已毙 还要学习佛法的 学习佛法呢 我愿意到龙华三会的时候 我来听 听米勒菩说法 使令我能够见第一地 好令三会正义真 这一共是八句话 前面的六句话 是赞叹米勒菩萨的慈悲和智慧 最后的两句话呢 是表示赞叹米勒菩萨这个人 他本身的愿望 就是一个赞一个愿 这样子组成八句话 我推测这个战是印光老法师他做的 我也看见另外一个人 也赞叹米勒菩萨那个赞 虽然也很好 但是不如印光老法师赞叹有的深度 最后呢 他表示他自己的思想 他是弘扬净土法门的 也和米勒菩萨把它拥合在一起 去年是新四年 今年印五年 今印五年正月初一 我们大家见面 赞叹米勒菩萨的功德 希望我们临命中的时候 往生阿弥陀佛国 南无米勒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